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就开始解析朋友的名字 第一个名字叫陈富玉 他是1969年生的 今年已经53岁了 是属于我们叫吉友连 是土姬 土姬 他的名字我们来探讨一下 到底有什么状况 这位朋友 其实他的名字重点有几个地方 日有个 陈有个日 富有个口 玉底下又有个口 他属姬的 姬我们的特训是什么 姬逢一口 叫失臣之姬 姬逢三个口 早也叫 晚也叫 半夜还在叫 那这个会不会让人很烦 所以他的名字 官司看这三个地方 就包括每个名字 中间都喊了一个 所以这人的一生 不会很发达 第一个 而且他的人际关系也不会很好 第三个 他的情路也不会很好走 那当然就根本谈不上婚姻 甚至包括跟女之间的关系 其实都不是很理想 那我单的来论堂 陈一个木 木 木刻土 所以首先他跟父亲的关系 从小的时候就不好 也就是说保持一个距离 对他来讲比较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两个人靠太近的话 不是爸爸受伤就是他受伤 这个伤也就是在无形之中的地方 有些代表是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很不好 或者是两个人在一块就是要吵架之类的 耳朵成的耳朵是很好 因为姬没有耳朵 姬缝耳朵叫姬 有它的旗字 我们叫旗粒 所以凡是好事 那福这个字不好在哪里 是在阴边 阴边这个一有点像是 就是表示说它的既是 鸡不善贡桌 刘阳朱大三生上贡桌 牺牲有价 它这么小个鸡 你要记事 没有意义 别人不会感激它 有氧粥别人会感激它 鸡不会 那鸡呢 因为一字旁跟四字旁不一样 一是采一 GP采一很好 所以它的名字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第三个字的音边非常好 所以让它全面的不好 有点像匹籍泰来 就是说本来体质不好 可是它的抵抗力很好 体质不好就容易生病 可是它生病有时候不需要看医生 这个就是好像有点像 打不死的蟑螂一样 它就有这么一个 好 明明中的一个神明的安排 所以这种格局其实是代表什么 它的口服不错 可是男人的口服 我们就代表好吃懒做 其实不能代表口服好 这种这就表示说 不是属于男人应有的名字 这是属于女性朋友 女性朋友第三个字音边很强 我就会建议他早点结婚 赶快嫁在前身 嫁在一个老公 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辛苦 可以在家里面好好地赎钱 不需要作为做事 所以这个名字是一个 我们讲辛苦了 辛苦了 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名字 第二个我要讲的叫肖敬腾 肖敬腾 大家听了这个名字就知道 它是一个很有名的歌星 才华很好 就是说在演艺人员里面算是蛮不错的 他的名字我来探讨一下 他为什么那么好 以及他会不会 就是说在他的演艺生活 或者他的整个人生会一路走下去 会走得更好 那首先来讲 肖不错 草属灌物 物生丁火 所以他应该算是 外向蛮好的 静这个字呢 有一点点状况就是说 这个草还不错 可是这个口也不错 重点在这个 要撇脚 闻那个地方 所以他这个人 这是属于外向嘛 所以他属于 比较不太讲话的人 人际关系来讲 女性缘很好 男性缘就比较差 可是他 智慧很高 聪明度也够 智慧也高 才华也不错 然后来看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 对这轮兔子来讲 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为什么 藤是一个月 月我可以当肉 也可以当一个兔子 可是这个兔子是 甲界来的兔子 广航宫的月亮 有一个兔子 所以这个兔子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他的福气来讲 财富就比较差 口福就比较差 第二个字 因为第二个字很好 是他的情路 阴性语言不错 可是结果不好的话 婚姻路上 走的好像 谈得还不错 结果应该是有很好的结局 可是往往是因为这个字的地方 是假的 所以让他所有的父族 好像帮人家培养太太一样 结果婚姻 轮不到他 所以他的婚姻路就不好走 然后腾这个出头 对于兔子来讲 也其实是很勉强的 帽头他是有危机的 所以他的整个第三个字 就整个落下来了 那索姻子是落下来了 所以他的人生才三十五岁 正走到他最好的地方 从41岁开始会一路走下坡 所以我的研判什么 肖敬腾 他的如果第三字不改的话 他在40岁以前 他可以赚到很多很多很多 他可以发展得很不错 可是到晚孕就比较差了 晚孕差就是有可能没有子女 也可能夫妻生活不好 或者是有的钱会 因为是假的 钱才会流失 也就是让他的身体 心脏 肝脏 还有呢 男性的所谓的 酸手 酸脚 主要是酸脚 比较心骨酸痛麻 排便系统 心骨都会比较弱 所以这个名字是有点可惜的 不能算是好命的名字 可是当年以中间这个年龄层来讲 在这个阶段还不错 只是41岁才开始 这次我给敬腾一个建议 这个名字其实可改可不改 真的讲可改可不改 改一改会更好一些 这是第二个我要求的 再来我讲一个叫王慧珍 他是1982年生的 今年40岁 是任虚的属水狗 属狗 他有一次很可惜 就是第三个字 知眉酸血月亭增 增结坊的增 对女孩子来讲 以前我们说女人是没有先生 又不在家 所以是一个操守 非常好的一个女人 我们的一个牌坊 纪念她 其实对这个女人来讲 命理学生来说 她不是好命理人 她是有名而已 辛苦一生 劳碌一生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增结 我们讲增结反对 就是说你就必须要守结 所以对狗来讲 对任何生肖来讲 都不宜 况且增底下是一个贝 贝长龙 龙跟狗 成续正宠 所以她的财 她的福气 她的晚韵 对慧政来讲 四十岁以前一回事 四十一岁以后 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身体状况也 以前感觉不错 身体很好 因为慧育的字 对这狗非常棒 有个心脏肉 那个细 那表示说狗是在家里面的狗 被维护的 所以对她来讲也还都不错 问题是第三个字 强出头 女人强出头就是劳碌 就是欺罗夫权 所以按我的学里看 她应该是结婚的 为什么 她前面都不错 情路很好 科米也还不错 就是第三个字不好 那是四十一岁以后的事情 如果她在二十到三十岁 到四十岁之间 能够说有婚约的话 其实机会蛮大的 可是这种名字 空有其表 结果是让人跌破眼镜 所以她就表示 颜色这个 她的体质不错 她身体体质不错 抵抗力没有 所以她不容易生病 她一生病就是大病一场 所以我们这个名字正好就是说 在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生肖 体质跟抵抗力 会有不同的表现 所以这就是王慧珍 我给她的解析 那当然是可惜了 这个政治用的不是很理想 好吧 那今天我就想着真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